身把体坛三层皮 一针这些看到底 欢迎来到本期的胖猪来球 今天胖猪跟个球运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男足 聊国足什么话题 就聊一个喜从天降的好消息 对于国足对于李铁来说 也算是亚足联刚刚宣布了一个终极的决定 让国足我们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圆梦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也是再度的加码了 什么好消息呢 根据在今天我们国内体坛周报的副总编 马德星老师也是在个人的视角平台上 正式的宣布 亚足联最终的经过跟国际苏联的商讨 以及最终的跟这些赞助商之间的一个博弈之后呢 最终敲定了 宣布我们的接下来诗余赛12强赛的比赛 将会采取主客场的赛制 所以说呢这种主客场的赛制啊 会大幅度的将这种赛程和赛制拉长拉宽 让比赛呢可能有些要延后之后一些 每场比赛之间的间隔的一个赛程要更加的宽了 而如果说赛会制的进行呢 其实把所有的球队集中到一个城市 是吧 踢这种赛会制的比赛 比赛进行的会更加流畅 更加快速 比赛也更加密集 那么这对于亚足联来说 他的肯定的压力也会更小 而且呢届时承办国还会承担各种的费用 对于亚足联来说 他减小了很多的一些开支 那么这对于亚足联来说是一个好事 但是呢最终是吧 赞助商不愿意 亚足联也是最终只能妥协了 你不能违约啊 对吧 毕竟当初你跟人家赞助商签合同的时候 签的是主客厂 所以说呢 在这样情况下 也就最终宣布恢复了主客厂 那么恢复了主客厂之后 很多球迷就该问了 为什么说对于国足有利呢 如果说你要是按照赛会制的形式的话 岂不是对于国足更有利吗 因为按照原计划的话 你要是赛会制比赛 我们中国足协已经量民太多了 我们会去申办这一次比赛 如果说申办下来的话 我们所有的12强赛 全都主场提 对吧 是 如果说按照原计划 这样设想的话 是没有错 但是你要知道 亚洲联真的就会把12强赛的主场 全都批给你吗 那么这是存在一个未知数的情况下 还有一点大家要认清楚 其实我们12强赛 踢主场也好 踢客场也罢 我们真正的想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我们靠的是什么 我们靠的是自身的实力 必须要打铁还需自身硬 如果说你自己的实力都不够强的话 你所有的比赛全踢主场有什么用 你现场进去3万球迷给你加入主威 你还是踢不过人家 你技术水平达不到 有什么用呢 还是冲不出去吗 而这一次恢复到主客场的赛制之后 对于国祖来说 为什么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呢 因为这样一个赛程赛制 会让这一次的赛程 时间全面的拉长拉宽 拉长拉宽之后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此前我们还没有完成规划的 像卡尔德克在内几名规划球员 他们的规划手续 迎来了一个很大的喘息的机会 对不对 此前胖州的视频中 曾经给大家分析过 如果说12强赛 赛会制进行的话 可能比赛非常的密集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很有可能 一下子把比赛全塌完了 对吧 你届时 可能你不给你留任何的容错的空间 但是呢 现在不一样 现在这个比赛 你每踢完一楼比赛 可能就要去客场再踢了 这样一来呢 你的整个比赛 可能踢场比赛 洗上好长时间 踢场比赛洗好长时间 这样一来呢 把整个赛程全拉开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给国祖我们留出了充足的时间 去调整 去容错 也给我们后期去国际足联那里 完成更多的规划球员的手续 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当然了眼下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还需要时间 对吧 因为这些手续 咱说实话 从你准备材料到上交 到国际足联那边批复 到他拿到协会转换的证明 到他完成注册 并且能够代表你这个成员国 去参加比赛 其实这之间都需要 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甚至长达半年的时间 那个准备期 如果说你的12强赛 是吧 在今年下半年快速的就完成了 可能他们都来不及参加 代表你国祖出战了 但是如果说这一次的比赛 可能拉长拉宽之后 一直要延续到2022年的上半年 整个11运赛的12强赛 才能够结束 这对于国祖来说 我们是迎来了一个很好的良机 我们利用这段时间 不仅可以继续打磨阵容 完成更多的规划球员 更能够进一步 给我们这些球队的商号 像这个费南多 是吧 他是拉伤在身 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康复 都给我们这些球员 留足了一个恢复的空间 那么届时等到12强赛上 是吧 费南多商与复出了 卡尔德克等规划球员 陆续的都能够加入了 我们国足队内 如果说有了六七名规划的话 或许啊 届时我们12强赛场 就真正的不用再在乎那些 真正的主场梯 还是客场梯了 对吧 那么我们也希望 接下来我们国足 我们中国足协也好 是吧 各家俱乐部也好 能够抓住这一次机会 赶紧的去推动我们剩余 还没有拿到规划手续的 这些球员的一个规划的流程 赶紧去走 走完流程之后 赶紧的加速他们 加入到中国国足的一个步伐 只有说我们有了 越来越多的规划 才能够帮助国足 帮助黎铁 去冲出亚洲而走向世界 可以说 伴随着亚苏联宣布的 这个重大决定 让黎铁也是喜从天降 不得不佩服黎铁的运气 真的是太好了 他也有望 成为第二个率领国足 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 站在世界杯舞台上的教练 我们也敬后加音吧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州聊球 那先聊到这 喜欢胖州的 别忘了点关注 胖州我听见面 聊到点手